今天跟大家聊聊新加坡的升学体系 我们都知道 我们国内小学六年 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然后考大学 新加坡是怎么样的呢 我这儿画了个图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新加坡的升学及考试体系 总体来讲 新加坡是一个层层分流的精英教育体系 虽然这几年一直淡化这个体系 新加坡是从六岁开始上小学 每年有四万多名十年儿童进入小学 从三年级开始 学校就会根据你的考试成绩 把你分到快班和普通班里去 同时 三年级的孩子可以自愿报名 参加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 每年一度的天才班考试 每年会成约四万多名孩子中 选出约四百名孩子进入天才班 最终这些孩子会根据你的自愿 和家庭到学校的距离 分配到新加坡最顶级的九所小学 有教育部执管 单独分班教学 考读天才班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 那就是如果你有弟弟妹妹 在他们入学的时候 根据新加坡就近入学 及兄弟姐妹尽量入读同一学校 方便父母接送的入学规则 你的弟弟妹妹可以保障 进入这九所小学注度 但只能是普通班 不是天才班 下面重点来了 全新加坡人最关注的考试 也是新加坡小孩一生中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考试 小类会考 本地人叫PSL1 为什么说他是新加坡孩子一生中最重要 新加坡家长最重视的考试呢 主要因为这个考试的结果 实际决定了孩子以后的学业路径 甚至生活诡计 其次对于绝大论书家长来说 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家长还有能力鸡娃的考试 所以小类会考前半年 有相当部分新加坡家长 会拿无薪假期 专门回家鸡娃备考 新加坡市面上的各种读习 绝大部分也是针对小类会考的 下面详细说说小类会考 怎么决定了孩子一生的学业路径的 根据成绩 从右到左 最好的约10%的孩子 会进入十七所职能者名校 这十七所名校里面也包括 来福斯书院 来福斯女中 华侨中学 男友女中 这四所所谓的师大 我家小子当年就是以 全新加坡第一名的身份 考读的来福斯书院 这十七所学校的孩子 相当于坐上了直达高铁 直接通过六年的学习 最后通过A-level 凭成绩申请大学 中途不需要参加任何升学考试 美联 刘金 剑桥 哈佛耶鲁等世界顶级名校 从新加坡录取的两百多名孩子 99%来自于这些职能者名校 毕业后 90%的孩子 升入国立新加坡大学 南洋理工这种水平的大学 其实就是约50%的孩子 会进入快捷班 相较于职能者名校 孩子坐的直达高铁 快捷班孩子坐的就是普快车 中四的时候 会有一个O-level考试 根据O-level成绩 大部分孩子会选择进入Poligate 也有部分会申请高中 然后参加O-level考试进入大学 Polig可以简单类比成中国的大专 很多孩子Polig毕业后 直接就业 也有部分优秀的孩子申请大学 当然 Polig毕业就业的孩子 根据自己需要在办公办读 拿个大学学位的也不少 暂时就是普通学术班 约占20%到25% 相较于快捷班的普快车 普通学术班的孩子 就相当于坐上的绿皮车 速度更慢 快捷班的孩子是中四考O-level 普通学术班是中五才考O-level 一样的 根据O-level成绩 可以申请Polig 快速进入高中 剩下的15%到20%的学生 进入普通技术班或者直系学院 学会基本的算术及语言能力 学会一门谋生技能后 大部分直接就业 也有少部分进入托里 所以 新加坡是一个风情经营教育的地方 小学三年级开始 分快慢班 并且三年级的时候 最优秀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天才班 享有最好的教育资源 特别是享乐会考 直接分流你的学业路径 决定你不同的人生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